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中便充益温暖和安宁 人人都说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但其实欣赏一个人 更多的是始于颜值 忠于颜值 很多时候比长得好看更重要的是会说话 本琼森说 语言最能暴露一个人 只要你说话 我就能了解你 你说什么话就代表了你是什么样的人 会说话的人往往情伤更高 更让人舒服 也更容易成功 生活总会遇到些令人烦心焦虑的事情 但温暖的问候 能够让一个人的世界变得充满温情 每天一声问安 一句祝福 让不快乐留给昨天 把希望留给明天 将开心留给今天 最开心的早上好 田岳是公司的实习生 性格开朗活泼 工作任劳任怨 她每天都提前到公司 将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 每一位同事进到办公室 都会收到她一句悦耳的问候 早上好 从她来后 原本比较沉闷的办公区域 变得充满活力和朝气 田岳是单亲家庭 父亲车祸去世后 她就和母亲相依为命 田岳母亲是个乐观的女人 再苦再累 从不在田岳面前有半点表露 面对所有人都是笑脸相迎 热语相送 每天早上见到熟悉的人 她都会主动地道一声 早上好 田岳母亲在社区和工作单位 是极为受人尊重和喜爱的 田岳从小就受到母亲的影响 学会了礼貌和热情 三个月的实习期满 田岳不仅工作令公司相当满意 人际关系也处理得很好 大家都喜欢这个充满朝气的孩子 道一句早上好 收获好心情 再看看阳光温暖一整天 正如那句话所说 若每一束阳光都充满香味 若每一阵清风都充满色彩 若每一段歌声都充满姿态 如此这般 只愿为你道一句温馨的早上好 今天阳光正好 朝霞扑面 生活像花儿一样灿烂 道一句早上好 你的生活一定流光溢彩 人与人之间本就隔着距离 能拉近彼此唯一的办法 就是通过语言说话的方式 往往可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 是否值得深交 一开口就能看出来 最暖心的明天见 小雨大学毕业就进了这家公司 一待就是五年 公司不大 总共三十多人 做着外貌生意 曾有待遇高 福利好的公司 向他抛出橄榄枝 但小雨没动跳槽的念头 起初家人还劝他有大公司 应该还是跳槽 直到后来 他老公去了公司才明白 小雨不跳槽的原因 公司很温馨 氛围和家一样 一到中年的老板 对员工关怀备至 每天下班 站在公司门口 向每一位员工 道声明天见 目送着员工们离开 如果哪天老板有事 老板娘便会站在门口 坚持着老板的温暖 每每听着老板或老板娘的明天见 小雨心里除了温馨的感动 还多了对明天的踏实和期盼 在温馨的氛围中 同事们工作越来越勤勉 公司业绩也越来越好 作家顾希觉说 分别是为了下一次的遇见 我们在一起工作 上班相聚 下班别离 也许 也许闲友人觉得不平常 道一生明天见 没什么意义 可是明天见的含义里 包含着安稳的期待 温暖的小别 夜晚的满足 潜意识里 生出对明天的憧憬 未来的畅想 哦 明天我们还会相见 真好工作 真美生活 最安心的晚安 朋友安和他老公是大学同学 毕业后 两人各在一个城市工作 结婚后 两人原计划搬到同一城市 但都舍不得以小有成就的工作 好在他们工作的城市紧邻着 虽然不是很方便 每月和老公也能聚个两三次 两人并没有因为异地而受到影响 依旧十分恩爱 安说 每晚临睡前 他必定会收到老公的晚安祝福 结婚五年了 他老公没有一晚中断过 他的回复也从不间断 安说 两年前的一个晚上 他因工作太累 回来洗完澡就睡着了 他老公发了晚安 迟迟没收到回复 担心安出了什么事 竟然打低势赶了回来 从此 安不管再累再忙 收到老公的晚安 都要回复后再睡 晚安已成了夫妻俩 不可或缺的纽带 安讲述时 满脸的幸福喜悦 眼神闪闪发光 溢满了深情 爱意深厚 家庭稳固 也让两人的工作业绩 越来越好 年初 他老公的公司 在他工作的城市 开了分公司 他老公被任命为 分公司负责人 他们很快就可以 结束异地生活 从此朝夕相伴了 幸福相爱的夫妻 或许不需要 感天动地的故事 那种深爱 刻在心底的牵挂 就隐含在平凡的一言一行中 作家陆苏说 给苍凉家柴 给寂寞添草 给遥远写信 给奠基才衣 给翅膀高飞 给枕头安睡 给爱你更爱 给永远更远 在心灵的净土上 种下爱的种子 用长久的牵挂 内心的祝福 让爱生出根茎 开出鲜艳的花 结出丰树的果 一句晚安送给你 两地分居的夫妻们 温柔以待 安心入睡 在爱人的梦乡里 蓄满未来的能量 说话懂得 顾忌他人 说话懂得 顾忌他人的 为人善良 做事也不会太自私 良言一句 恶语三冬暖 恶语伤人 六月寒 说话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别人听 倘若说话 只顾自己宣泄不满 丝毫不顾虑 别人的情绪 只能说明 这个人太自私 凡事只为自己想 同事阿雅 每次别人买了新衣服 都会评论一番 尤其是 自己觉得衣服 不好看的时候 特别会强调 哪里不好看 在他看来 自己只是说真话而已 但是慢慢地 很少有人愿意和他接触 太多的人说话的时候 只想到了自己 觉得自己是好心 说出来的话 便是良药苦口 只是不管什么时候 会说话 是一门技术 你说的话 既然为了让别人听 就有必要 说话好听 而那些值得深交的人 好话说尽 不好听的话 换着花样说 既达到了自己目的 也不会让人反感 这样的人 才更值得深交 经常性夸奖别人时 不是圆滑事故 而是能够 发现别人的好 赞美是最好听的声音 没有人不喜欢被夸奖 称赞可以给别人 带来自信和愉悦的心情 这是种大方的给予 只有善良的人 才能做到 古代目的性的称赞 很多人小气 不愿意称赞别人 还反过来说 夸别人是圆滑事故 明显狭隘小气 一个人只有一双 发现美的眼睛 才能看到别人身上的赏光点 否则想夸也找不到什么理由 看不到他人的美好 喜欢夸奖别人的人 必然心地善良 大方宽容 有容忍的哑量 愿祝福融入生活中 有句话说得好 在这充满温馨的季节里 给你我真挚的祝福 及深深的思念 生活是烟火世界 心中有阳光 下雨也浪漫 口中有祝福 躁动也温柔 总结 不管是谁 人海中相遇 是一种幸运 工作中相处 是一种缘分 网络中相识 是一份会顾 朋友中结伴 是一种真诚 生命中相浮 是一种幸福 感谢生活中有你 工作中有你 陪我欢喜 陪我忧愁 愿祝福融入生活中 愿问候 无处不在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